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 朴寶劍跟惠莉的 請回答1988 對 你有看嗎 因為其實他們在裡面 表現的是那種鄉村 然後鄰居跟鄰居間之間的那種 友情 親情 甚至是從小到大那種 青梅竹馬的愛情 有點像是年代劇的故事對不對 對 沒錯 而且朴寶劍 很多都很復古 他才這麼年輕 可是他在這部戲當中 就讓很多觀眾有認識他了嗎 他在那個時候 就已經是挑大量演出 他就演出一個生活白痴 對 他什麼都不會 但是是圍棋冠軍 對 所以朴寶劍 那學校系列呢 學校系列其實 最受矚目的應該就是 在2012年演出的1997 那個時候有徐仁國跟鄭恩帝 然後再來就是 李宗碩跟金語斌 李宗碩 李宗碩 他們兩個就是從這個時候出來的 而且學校系列有一個魔咒 你知道什麼魔咒嗎 什麼魔咒 學校的魔咒就是 只要演過的男女主角都大紅 所以大家應該都拿下去 這個魔咒你知道 大家死命的想要進去演 應該是說新人的跳板 沒錯 那李宗碩跟金語斌 這真的是兩大男神 就這樣子跳出來了 對啊 而且那個時候 其實他們在裡面的演技 都是一開始讓大家覺得 原來他們這種偶像演員也會演戲 就是一種從偶像晉升到實力派演員的一個過程 OK 所以學校系列捧紅了非常多的男神 那這一次樸續劇呢 其實樸續劇他從他很漂亮之後 到現在三流之路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他的戲路一直在轉緩 而且他的演技其實也慢慢的在自我突破 他這一次在裡面除了像你剛剛看到的 就是有練身體啊 練拳腳啊什麼的 這都是他之前沒有過的 但是我們要講學校系列我們不能不提到 就是男祝賀啊 男祝賀男朋友 男朋友 大家的男朋友 我們看出來妳很激動喔 沒錯 男祝賀最近是有沒有新戲對不對 其實男祝賀啊 大家應該會覺得就是 他這個時候出來之後 慢慢的戲路就打開 像他從學校系列出來之後 還接演了古裝劇 像是《步步驚心》 還有就是他晉升男主角的 舉重妖精金服珠 對 像這個他在舉重妖精金服珠裡面 除了擔任男主角之外 還把到了一個女朋友 但他最近的新戲呢 其實他最近的新戲就是 何柏的新娘 何柏 何柏 妳知道何柏是什麼嗎 水神 妳是有偷看 當然喔 妳是有偷看遇到 我可是主持人 我當然要偷看一下 其實他這個就是 他這次新戲裡面 他是飾演水神 對 而且 而且 我跟妳講 裡面很好笑 裡面有一個橋段是 他想要控制 免治馬桶 對 但沒想到那是電動的 趕快來看一看 我自己的名字 走 進去 飾演不小心 最熱地球的水神何柏 男神男祝賀 對免治馬桶下命令 竟然也沒轍 我現在已經成功了 繼續走 還試圖把噴出去的水 給收回來 喜歡浪漫喜劇 何柏的新娘 最新預告讓粉絲笑壞 還說以為是男祝賀 新代言的馬桶廣告呢 這部改編自韓國漫畫 穿越人間跟神界 水神的古裝扮相 預告也出爐 男祝賀一頭藍灰色長髮 配上深邃眼神 營造出飄逸又沉穩的仙氣 其實最近不少韓劇 也走古裝路線 三部古裝劇 男主角們的扮相都各有帥度 現在男祝賀也要加入 讓粉絲超期待 TVB新聞羅宏昌立指揮綜合報導